优优独播剧场——YoYo Television Series Exclusive 还行吗 今天 还行 还行 睡得挺饱 昨天所有人都被热得昏昏沉沉 无精打采的 我感觉这地方好热 感觉出来了 在这边热特别蒸 让人很烦 今天大家都赖在了酒店 直到日上三干 我们到露台去看看是什么天气 好像今天感觉不是那么的晒 天气一如既往的闷热 谁叫你们挑了一个候鸟族群 反潮的时候来呢 现在预报是34度 其实还好了 面对现实吧 最近海口的温度都是这样了 今天还是很热 但是觉得好像没那么晒了 我觉得适应多了 热能怎么办呢 你也不可能都脱光了是不是 热能怎么办呢 旅行就是要有直面极端天气的勇气 我们现在就走吧 说说说声 出门 走 更何况今天终于要去那个地方了 小小师妹刚出门就在向本地人打听 对了 去海边可是来海南的初衷 今天就要在海口挑一个海滩 今天就要在海口挑一个海滩 让小小师妹先考虑考虑 让Jason带着大家先去干点别的 你进来先 里面是不是都蛮蒸熟 此时正是一天里最热的时候 也是整个海南 很多年不遇到这种 超热天气 最热的季节 很幸运啊 这是一种不一样的体验 请各位理解 Jason他们今天不想吃饭 吃点结熟的吧 结合的吧 却有一个非常适合在这种天气吃的东西 去吃一点那个水果怎么样 对海南最有名的就是水果 热带水果是海南一大名产 你买过海南的水果吗 在北京或者在家里 买过 有很多基本上都是海南产 咱们北方市场上的热带水果 有相当一部分都是产自海南 但种类稀少 且价格昂贵 这个水果市场是我来海口最大的一个期待 最大的期待 Jason他们要去的水果市场 位于海口市区南部 现在就到了 到了 而为什么要去这里 南北水果市场 对 因为这是整个海南规模最大的水果批发市场 刚进大门 小小师妹就被一个他从没见过的水果吸引住了 咖啡椒 咖啡椒因其果皮成咖啡色而得名 这种颜色的香蕉 实际上咖啡椒是香蕉自然生长的原始模样 咖啡 它这个皮很光滑 皮很厚 它这个很粗 你知道吗 还记得Jason他们在墨西哥吃到的巨乌霸香蕉吗 不是人吃的香蕉 肯定是给大象吃的 咖啡椒的粗壮程度和它有得一拼 嗯 味道闻起来 跟我们吃的香蕉差不多 而它的味道 嗯 它表现关 鸡软 对 它有点像那个没有太熟的香蕉 要比墨西哥香蕉香甜一些 我们要给那个香蕉师傅寄这个吗 对了 这个批发市场的水果是可以通过物流发往全国各地的 可以啊 我们可以再往里转转 还有很多吃的呢 Jason他们来的另一个目的 是想挑一些有特色的水果寄给在北京的小伙伴们 那是什么呀 大菠萝蜜 榴莲这是啥呀 所以Jason他们的注意力 这哪里榴莲啊 泰国的 泰国榴莲 主要集中在了海南本地水果上 哦 这个 这个 例如 啊 这是那个什么 莲雾 海南本地产量极高 品质极佳的 莲雾 本地特产价格也是一大优势 而且还在北京你还真没法挑 就很少见 不让你挑 难得的实惠快多吃两口吧 像梨 不像全部 哦 因为我以前吃过的要更好一些 水分很多 这些特点都是因为足够新鲜 我以前吃的可能就都是因为放太久了 运到北方 所以它就没有那么水分没有那么多 另外 莲雾清热去火的功效很适合海南闷热的气候 蛮好吃的这个 但本地人更喜欢另一种生津结鼠的果子 百香果你在北京为什么 很少 就是这两年火遍全国 但大部分都是产自海南的百香果 第二天 第二天一天 同样相当实惠 六一斤呢 对 先尝尝我们先 海南人 男女老幼 都爱吃百香果 嗯 这个好浓啊 哇 不仅是因为它丰富的味道 这是酸甜味道 又开胃结果 更因其极为丰富的营养物质 昂蓝的吃着白香菇 我觉得吃这个很容易分泌口水 哇 好好 真的很开胃 酸的味道 哎呀 好吵啊 走吧 再去找找别的 好大 这个估计够一个公司的人吃 对了 海南的热带水果里 这菠萝蜜是海南的吗 对啊 对啊 这么大 怎么能少得了菠萝蜜呢 你抱不起来吗 我抱不起来 怎么买啊 两个北方人难得见到整只的菠萝蜜 我们要尝一下吗 还得有尝到 哎呀 好软 这家只卖菠萝蜜的小摊 可以先尝后买 很甜 菠萝蜜原产自印度 后被引进中国 又因海南的气候 非常有利于菠萝蜜糖分的村处 所以海南菠萝蜜的品质 全国最佳 这个就相当适合寄回去了 这样师傅 我知道你爱吃菠萝蜜 那么 你们猜一个这么大的菠萝蜜 运到北京总共多少钱呢 一百一 一百一 加上 家运费包邮 一共赔一百一 这么便宜的 我至少来两到三个吧 我也买 我也要买 隐形富豪刘大炮 也很爱吃菠萝蜜 可是我觉得挺好的这个 我觉得你可以买个稍小点 差不多 没有鱼的大小 能稍微小点吧 于是每个人都在他家买了菠萝蜜 在这个让人提不起精神的天气 用钱来刺激一下你吧 谢谢 这个菠萝是老板的一点心意 开心 我们买了那么多人送的菠萝蜜 伴着收获颇丰的好心情 这个还要买 Jason他们准备在最后门口的摊位上 再散买一点水果 这是菠萝蜜吗 这是小菠萝蜜 却又发现了一个形似菠萝蜜的水果 臭吗 臭吗 这个是 我以为是菠萝蜜 这个是榴莲面 那个榴莲的味很臭 这个有浓浓榴莲味的东西 实则和榴莲没有一点关系 它应该是菠萝蜜的样子里边 这是菠萝蜜的近亲 榴莲蜜 买一个尝尝呗 对 这种稀罕玩意儿必须要尝尝 臭的闻的 挺香的 对 越臭越香 香比菠萝蜜 榴莲蜜皮皮软且薄 它这长得是菠萝蜜的样子 金灿灿的果肉比菠萝蜜更诱人 柠檬炒的味道加菠萝蜜的甜 最后一加榴莲的一点点那种酒香 让爱吃菠萝蜜的刘大胖 鉴定鉴定 这太甜的厚的话 对吧 也就是会容易 对 它的甜度比菠萝蜜要高很多 这芒果怎么这么大呀 Jason他们又对芒果产生了兴趣 现在吃不了 要放一放 对了 这里出售的水果 有很多都是没熟透的 这个就是买回去你要放一放 来吃 给你吃你对吧 这是为了避免邮寄过程中的腐烂 贬质 那有熟的吗 都是我们熟熟吃的 这位大姐相当热心 给Jason他们挑了一个熟的 你发到北京要多久啊 大概两到三天 两到三天就到了 想让咱们先尝后买 这个好甜啊 这个好甜 好甜的了 当然了 海南的芒果 驰名全国 现在还属于稍微硬一点的 但已经黄了 已经很甜了 我喜欢那种带酸甜 有点硬的那种 这种熟度 对于不太常吃芒果的北方人来说 已经相当惊艳了 那我来一箱两箱 我来两箱面 我要两箱 于是大家又都买了芒果 大采购 本来准备走了 我试一下这个品种 老板换了个品种 又切开了一个 没你啊 来尝一块吧 发现又大又圆的奥马 我感觉好像比那个好吃 一样加 水边你们一样啊 那我要这个吧 更好吃 今天客户好多啊 谢谢你们啊 今天算营业额还可以了 行 开心 进门又转就是大姐的摊妹 物美价廉 热心周到的良心卖家 好大的雨点 这么大 你看 午后的海口 毫无征兆地 吊起了雨点 我希望下完雨 能凉快一点 这些被海口 活活争了两天的人 是多么盼望 能凉快一点啊 情这天下雨也是对的 但最好不要 抱有这种幻想 好像只有刚才那一片下 现在不下了 因为这里无论如何风云变换 都逃不了热这个字 天气一热人就犯了 所以我觉得应该我们去 喝点茶 咖啡 还是接受现实 找个地方懒懒地 避避数吧 老的文化 老店 好吃的 基本上都集中在生活的这些地方 就住那儿 你可以走着去吃各种的呀 吃好一点都不伤心 嗯 昨天大家在骑楼老街忙着吃 所以我觉得应该我们去 喝点茶 咖啡 没来得及去体验老城区的 茶文化 老爸老爸 你看像你这样的在海拔就得叫老爸 为啥呀 就上了年纪的人 他们不叫掰的叔叔都叫老爸 叫啊 从今天开始一直这么叫我啊 不要停 海口老爸们的聚集地 自然还是骑楼老街 而且这个地儿在一个缝里 这在街边是看不见的 对 小小师妹的手机GPS 在这里 在这里 把大家领到了一个小区里 有些时候不能太相信电子设备 这里啊 这里啊 找这种鸡脚咖喇小店 还得靠Jason这个人肉GPS 这是一家只有骑楼的老居民 才能轻车熟路的老爸茶老店 这个大包一定要吃 我们不是喝下午茶吗 这个大包是他家的特色 不知道下午有人 小小师妹对这家店很认真的调查过 而且有的时候你来它不一定有 他很想把他知道的一切都告诉师傅 所以如果你早上来吃吧 走 走 走 你是老板吗 别急 先让老板把你们安顿好 坐下来慢慢说 其实就是老爸茶老爸茶 就是讲一些海南那些上年纪的拜拜啊 叔叔啊 每天下午在这儿坐着聊天 喝茶一天一下喝一天 这个文化就叫老爸茶文化 老爸茶文化发展至今 也不单单是喝茶那么简单的了 你一听说吃那下午茶早茶 你会觉得不是很丰富吗 但其实有那么多可以选择到 食品种类也是相当的丰富 它的咖啡吗 是 有 红茶 这是煮的红茶也很好吃 但具体该怎么吃 咱们是外行 三杯老盐 柠檬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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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好好的好的 怎么样 有人不吃呢 过来就上面主食那个 大包 你一定要大包 小小师妹一直想吃她家的大包 姐姐那个大包还有吗 有 太好了 据说畅销到只要来晚了一点点 就会被卖光 我就怕你肚子太饿吃甜了 不会那个什么 不会的 特别爱吃 谢谢老板的周到 但咱们是专门来填饱肚子的 我感觉我 看小小师妹对吃的欲望这么强烈 汤饭 辣汤饭 隔壁桌的大姐 热情的给她推荐附近的好吃的 然后她又推荐了隔壁的一家店 那个也好吃 那个也好吃 对 那个也好吃 那个这个 就是那个十三角 十三角炸炸 既然这么方便 又是本地人推荐的 要吗 可以去买吗 去买炸炸吧 很快就出锅了 来来来 来来 吃点东西 老爸茶的上菜速度也很快 感觉好过瘾啊 而先吃哪个 大包 大包才是重点 这个大包就是重点 要看一下它的效 厚厚的发面面皮里 半颗鸡蛋 煮熟的鸡蛋 它里面还是五花肉做的酱肉 和猪五花肉 是主要的馅料食材 那我们快尝尝吧 大包子白白胖胖的 和Jason的脸一样 老板刚刚提醒的话 已经透露了这个包子的味道 很甜的酱肉 是甜的 我觉得这个就很像 真的很像叉烧包的那个外皮 然后馅的感觉也像 它是那种甜甜的 很像家大版的 广式叉烧包 我吃到鸡蛋了 你看煮鸡蛋那里 这个鸡蛋是它的精华 比叉烧包多了一层蛋香 它这个外面很 很像咱们传统 就是那个 传统的那种包子的皮 叉烧包都是这样的 就面包 面皮像面包一样 松软 它就加了奶 奶香的 对 香甜 它这个大包真好吃 好喝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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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来这家店的人 通常是一个大包 一杯饮料 能吃一下午 我竟然要吃吧 我马上要吃吧 所以没有 Jason自带的嘴壮属性 老一杯 老盐 老盐柠檬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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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说实来还口一定要喝的 我这个是柠檬红茶 还是搭配一点饮料吧 一杯是微甜微咸的老盐柠檬水 我觉得还是这个红茶很好 一杯是有淡淡茶香的柠檬红茶 在这个炎炎夏日里 一口冰爽到底 这个也是我很期待的 这是什么 西多士 西多士跟我在香港 广东吃的都快一样了 Jason以前在香港 吃过正宗的港式西多士 西多士其实就是吐司 法式吐司的面包 而港式西多士该有的材料和做法 海口西多士一样也不少 这家的西多士蛋液更厚 去过香港的人 可以说出西多士的各种道道来 因为我们在家如果炸馒头牛的时候会有火气让你觉得很香 这个是有点黄油 然后火上鸡蛋 所以让你觉得这骨骑 比馒头片更嫩 口感更好 而这家的西多士是正宗港式西多士的粗糙版本 就再配上这个煎蛋的皮 对了以上两款都是必须赶早才能吃到的人气小吃 如果没赶上可以尝试一下这一道 刚刚隔壁所给我们建议说你要尝一尝他们家的炸馅 就看起来很像个小包 很像被炸得焦黄的小笼包 它有点像什么 小小师妹努力回想这种寂寞生又熟悉的味道 而对于吃遍世界美食的杰森来说 你们应该吃过榴莲酥吧 一语种地 就它有点是炸过之后那种千层酥酥的感觉 面皮分层且焦脆无比 它这个和的是油面皮 油面皮炸了完了以后会双层 它一层是脆皮里面还有一层那个筋面筋的那个皮 东南亚田点的酥皮里面 它有点甜 然后同时呢它那个猪肉是打磕的 配上那个葱很香 是猪肉大葱的中式内向 很香 而是猪肉丼一咬还有一包汤 鲜甜多汁 刚刚说过了你推荐哪两条 我还是觉得大包和许多试试一定要吃 一定要吃 对于一定要吃到这两样的观众 该几点来 老板是有官方建议的 请记住这两个时间段 无论早茶或下午茶 这里都是非常值得一来的休闲避暑之所 咱们走吧 终于躲过了一天最热的时候 我们现在去海边吧 我们终于要去海边了 终于要打开海南玩乐的最佳方式了 听说这有个叫假日海滩的地方 今天早上出来那大姐还推荐了这个海滩 早上出门的时候 本地人推荐的两处海滩 还说了一个说这个野滩子 但不建议大家去玩 因为漩涡太多了 小小师妹考虑再三 选择了更安全的一个 因为一路都沿海我们这一次 因为在开启海南行程前 Jason他们就制定了一个任务 看看海口的海是什么样子 又对比这次途经每个城市的海滩 看哪一个更值得推荐 前面就是海滩 在哪儿 前面呢 小小师妹选中的海滩 是距离海口市区半小时车程的观光景区 这是我最期待的时刻 终于要见到向往了很久的热带沙滩 呀 快快快 哇哇哇哇哇 终于看到海了 静止穿过公路旁的耶林 终于到海滩了 这里是海口市内最大的天然海水浴场 假日海滩 小小师妹满怀期待地冲向海边 却发现 海口的海 看起来好像大连的海 本想看看和北方不一样的海 为什么我觉得这个海有点家乡的感觉 很像山东的海 你不觉得吗 它有点像北戴河 没想到海口的海竟是这种浑浊的颜色 这是海口 这就是海口的海 其实这里海水浑浊 是因为附近的两大港口 船只活动频繁且密集 但这真的是 反正我挺开心的 但再怎么说 这也是第一次来海南的海边 不见不平来晚饭 我们在海口 既然海没什么看透 琵琶市场买的百香果 连木 幸好咱们有中午买的水果 来吃炸炸呗 和下午买的炸串 这主要是我觉得比市区里两块太多了 海风一直催一样催一样 这个海滩优点在于离市区较近 交通方便 我感觉天快要下雨了 走吧那咱们吃饭去吧 走吧 吃饭去 就算不喜欢 大不了再开半个小时的车 回去洗一下沙子 就去吃晚饭 好 回到市区 现在是晚上的七点半 别看海南很热 你不觉得我们总能感到那种最特别的时候吗 越是热 海南人越是爱吃一道菜 你看这一路都是卖火锅的 火锅 快点 喂你 吃饭了 给他们看一下 就给你们看一下 这么热 晚上的七楼老街 变成了火锅一条街 他只有晚上开门 Jason他们要在满街的火锅店里 吃一家最特别的 今天晚上我们要吃的就是 瘦头 火锅 你好不好奇 为什么这么热的天我们要吃火锅呢 热天吃火锅 正是因为够特别 什么好吃啊 招牌牛肉 牛肉 特别之处 火锅 早晨 不会 ISTIC 我 你 我知道 你 这是 许怪 。 团agn." ik 形式很接近越式的 这边怎么说 这边叫做 也是打边炉 但是用海南话的语说 想了想走 好像海南话不说这个 这是海口本地特色的牛肉打边炉 来再喝一个 两个两个 等着开锅的时候 这个日本的那个 椅子用途非常好 给大家送点好货吧 而且对身体也没有伤害 Jason从去老窝开始 就一直带在身上的驱文液 驱文效果显著 如今把它送给大家 关注路见不平来晚饭微信公众号 回复驱文液就有机会免费得到哟 我们现在在这个火锅的锅底呢 Jason等不及掀开锅盖 意读锅底的尊容 这正是他家主打的西瓜皮火锅 这西瓜呢是清热利尿 然后而且呢是解毒的 而且偏寒 所以吃火锅的话 你这样就不容易上火 哎好会发明啊 怎么那么会发明 西瓜皮的功能性 咱们了解了 但是不是会对味道产生影响 啊来喽 才来喽 要涮过肉才知道 牛肉丸 这个这个是煮的 牛肉和那个牛板 也是拿来涮的 哦 要先把不容易熟的食材 提前下锅焖煮 它这个锅底的话呢 就是清汤放了西瓜皮 还是用了骨汤 那个牛骨汤 只有牛骨汤和瓜皮的锅底 我们去调一下料吧 好 其他滋味要靠蘸料了 要炸紧酱 再来一点 来点蒜 再来点酱油 辣椒 海南人对调制蘸料非常热衷 这就是我们那个调料了 而在海南所有调配而成的蘸料 都统称为问蝶 他说他这个叫杂井酱 杂井酱 然后配上蒜末 然后配上那个 他们这的胡辣椒 这一盘是问蝶中 最经典的调配组合 先这是海南吃法 走 煮了半天的火锅 也终于 哇 开锅了 可以吃了 是我最喜欢的一种火锅形式之一 这个就是叫做大鞭炉 那个牛骨汤味很浓味 此时 瓜皮已经近乎融化的状态 但是不知道能不能尝到西瓜味 取而代之 漂浮着的是已经熟透的食材 这个是有牛杂 这是牛什么 这牛舌 整整一大片看似牛舌的 好烫啊 好特别的味道 应该是肺 不是舌头 是有浓郁内脏味道的牛肺 这个酱已经盖过了这个汤本身的味儿 调味儿全要靠问别 我没有尝到西瓜皮 我什么不肯味 想仔细品尝出瓜皮的味道 我最爱的碗子来的 是一个牛丸 就尝尝原味的食材吧 好吃吗 牛丸 好吃 别蘸酱 别蘸酱啊 好好吃 直接酸 和潮汕牛肉火锅的食材类似 手打牛肉丸也是主要的食材之一 这牛肉丸很筋道 好弹 筋道的口感需要细细咀嚼 它那个西瓜皮真的是 它没有那个很强烈的味道 但是它有淡淡的那个水果的味道 可以尝到瓜皮淡淡的清甜味道 他们家主要是牛肉为主 真的是当地的牛肉 品质非常好 海南山清水秀草木繁盛 这里放养的黄牛品质极佳 它的牛肉是要涮着吃的 所以鲜牛肉是最主打的一道食材 牛肉不能煮老了 煮老了就不好吃了 薄薄的牛肉片 只需要过水焯一下 可以了 可以吃了 就达到了牛肉的最佳熟度 这料有点酸 我觉得还是直接吃会更好 刚刚的牛肉丸 让Jason对鲜牛肉的原味有了点信心 牛肉是好的吗 香 很嫩 这家店选用了最适合涮煮的 肥瘦香煎的部位 而且它这边的牛 你感觉纹理不是那么多 就是很嫩的那种 对 强调肉质软嫩 而且我看它那边每次的量都不是很大 我估计卖完也就没了 就吃最新鲜的那种 新鲜 这牛肉没有过多的咸味 就是牛自己本身的味 这个真香 这个牛真香 且肉香浓郁 回味无穷 其实吃到这儿我就觉得就很像潮汕火锅了 有点 受移民影响 这道火锅融合了越式打边炉和潮汕牛肉火锅的特点 然后尝一下这个西瓜皮 尝尝西瓜皮 而后又根据海南的气候特点 改良成了西瓜皮锅底 像冬瓜 我刚才说像冬瓜 它本身没有什么甜味 就是一个很清新的味道 于是所有食材都带有了一丝清新 主要为了让你吃火锅呢 不想火 然后还可以煮食利尿 可以放心的吃到大汗淋漓 吃到浑身通透 把闷热的困扰抛到脑后 放肆的流汗 才发现 没有什么比在这个坐拥 骑楼夜景的天台 吃着火锅更痛快了 下一期节目 Jason他们将暂时离开海口 去面对从未有过的体验 是不是噱头 是不是套路 这次的下乡之旅 又会发生怎样的故事呢 即日起关注路径不平来晚饭 官方微信 回复攻略 就能获取最全的餐厅信息哦 持续更新中 夏天到了 那我们去老窝的时候呢 其实就非常注意 尤其去东南亚 你要注意防蚊虫 太厉害了 我们平时在城市里 不会有这种感觉啊 防蚊虫很重要 尤其是你去一些比较热的地方 那因为这个蚊子 可能会带有灯格热 灯格热 灯格热 有毒 各种细菌病毒 那我们防蚊产品特别多 但是呢 我们给大家挑了两个 我觉得我用过还不错的啊 一个呢 是可以放在家里 或者是移动的 在房间里使用的 还有一个是 可以随时随地 喷一喷 去蚊 然后用凉快的 去蚊汤物 那我们挑的这两个 都是来自日本的 而且呢 都是口碑比较好的 那第一个呢 就是这个是喷雾 你看特别可爱 它是 哈喽 黑皮 小朋友应该特别喜欢用 我觉得日本这个东西好在哪里呢 首先它的这个喷嘴 喷嘴非常的细 就是你它喷出来的这个水雾呢 是非常细腻的 像薄雾一样 对 然后这样的话呢 就很均匀 它而且覆盖面积比较广 另外一个呢 就是你看 喷到身上之后 它面积很大 嗯 国内很多啊 一些驱蚊水 它做完之后 它其实驱蚊水可能不错 但是它那个 一喷只有这一点点 然后要不就漏了 就是你经常 你还得拿手抹 然后它这个呢 就是 所以你不用抹一会儿 它就自己就 味道很清新 对 就是不像那些驱蚊水 就是那种 你知道吗 那个特别刺鼻 或者是你皮肤会过敏什么的 这种就是你感觉像 喷了一些香体的 或者是清凉的 另外一个呢 就是 如果你觉得不想往身上喷的话呢 还有一个比较好的就是 你可以把它放在屋里边 这个我觉得很酷啊 就是 我也用过 插电式的那种蚊香液 确实很管理 太老土了 还插电 对 就插到那个插座上 现在都是什么 看见没有 它是很管用 电池 这个是可以移动的 我跟你说 这太酷了 而且你插电了麻烦 你还得找电源座啊 这个你就睡觉的时候 可以把它放在枕头边 或者是附近 拿出来之后 一共有三个部分 这三个部分 一个是主要的机器 机器后面呢 是一个这个槽 把一推就打开了 然后它其实是一个 小风扇的设计 让它挥发 跟这个 把这个防纹的这些成分 挥发出来 然后这个里边呢 是这个香片 就是看见没有 驱纹的香片 它里边黄色的那个东西 那这段呢 它的这个持久是可以用多少天 我告诉你 150天 五个月 也就是说这个香片 你可以用150天 然后在这边 找到对应的口 直接把它塞进去 好了 然后你再 摁一下 然后你看就有风了 好轻柔啊 然后它适用于多大的房间呢 差不多是15平米左右的这么一个房间 所以它两个的功效是完全不一样的 一个是喷在身上 一个是带在身上 那来吃喝杂货店了解一下吧 微信号搜索XFUN China 点击关注进入吃喝杂货店 如微信一升级新版 可点击任意一条头条文章 下拉至文末 长按二维码 就可以进店购买新衣的产品哦 人有悲欢离合 月有殷勤圆缺 世间万物皆不可称完美 即使是XFUN吃货俱乐部 一路发展到现在 也依然有所欠缺 缺什么 缺人 非常缺人 想播出一期节目 可没有你想的那么简单 在你看不到的地方 有一群人为此经过99道工序 添加81道风味 才能让节目最终上桌 可配上线 微当微当 我们都只是小可爱呀 整天哭着喊着要加入我们的你们 不要说我们没给机会哦 我们需要 事业剪辑 短视频编导 节目编导 后期包装 可服专员 选品专员 并营编辑 以及行政专员 可以没有经验 但是要有态度和技术 详情 微信关注 XFUN China 点击小按钮 就可以了解啦 觉得自己有戏的吸睛 快把简历扔过来扔过来 干事 在这之前 我希望你想清楚 因为你一旦加入了 等待你的江会师 见了像便明云 被投胃 非常投胃 被高级投胃 所谓幸福让人发胖 大概就是这个意思吧 我们可是认真的在招聘 那些说 我只会吃什么都不会呀 我除了美貌一无是处的人 出门隔壁小鲜肉招不出头地简历 不送啊 优优独播剧场——YoYo Television Series Exclusive